921 18周年科技也经历一场大地震 铜达电11亿美元出价 但其实强盛时期 这位女强人单靠自己 也能扛起台湾25%的出口成长 从这张大事迹看得更清楚 2008年HTC曾打造了全球第一支的Android手机 2011年更曾入选全球百大品牌 HTC Dream这史上第一台安卓手机 3.2寸萤幕能收发Gmail 看YouTube再查查Google 在当年可是创举 也宣告HTC从代工走向品牌 拼创新玩VR 10年前的王雪红 已经是身价700亿台币的亚洲女首富 除了流行天后Lady Gaga曾是铁粉 还盛装出席宏达电新品发表会 向我看你 盛政门市也常大排长龙 尤其2011年巅峰出货量达到570万台 推升股价创下历史最高价1300元 当时市值更冲破1.06兆 主要是它基海战术的错误 你先想看相对于Apple而言 它每年就是一支手机 可是基海战术的弱点就是 你的开发成本很高 好景不长公司依需面临专利诉讼 高层内鬼 金罐扎3.6亿找来小劳伯道尼代言 依旧只能被苹果三星压着打 基海战术也失效 HTC市占率从10%跌到如今的0.68% 跌出前10名 21日股价更惨剩69.3元 那时候不到1000块它不回去 因为它的总资产在那里 昔日股王成爷手机败爷手机 就判这回出售能为公司注入活水